一个好的明星身后 必定有一个好的经纪人 他们帮明星接工作 栏广告 谈价钱 当狗仔 应付记者 安排行程 小到衣食住行 大到筹谋规划 因为长期在一起工作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非同一般 或轻如家人 或是粮食易友 更有可能发展成为恋人 甚至于结为夫妻 大家特别好奇说明星 如果跟经纪人谈恋爱的话 会不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幸福啊 这把打个开轮等等 我说是如果看 我觉得很多事情会 因为常常在一起 感情一定有的 有时候就是可能把 如果是因为我们都是成熟的人 如果年轻的人 刚入行的人 有可能把那个偶像 他的偶像 爱像 但是我觉得最后都还是 还是会把持住 把持住 因为待家工作 如果有一天分开了怎么办 对啊 会不会说我要换经纪人 因为我们分手了 对啊 因为感情那种事 对 如果有做 对 而太胜的话呢 就爱会变恨了 对不对 对 很少会说 如果你看他怎么帅 我都把持着的 我这只 这种某漂亮的女人呢 不喜欢就很奇怪 可是你要配嘛 对不对 哪个方面不配不上呢 你这种某漂亮 高度 什么高度 高度 不高高 不高高 我比你高 你比我高 不要再笑我很多话了 我第一很大的进步了 我觉得配不上就配不上了 嗯